兩隻都是南籌股 其實看到昨天恆指上23000左右收市 感覺大家都不錯 但今天又出現這宗消息 你覺得對大市有多大的影響或者拖累呢? 京東本身佔恆指的比重也不算很大 所以即使股價真的有些震盪也好 對恆指的影響就不會很顯著 但某程度上氣氛上有影響 即是你說過投資氣氛特別是這類科技股一定有影響 當然如果以隔晚的時間去看 那美股又不差的 我剛剛提及了 美股其實跟那個記錄高其實差不太遠 那麼某程度上如果那邊的氣氛好 對於本地的科技股 騰送這些或者是ETM這些 可能會相對比較順利的幫助 不過有件事都挺現實的 你見到美股彈得厲害也好 港股似乎都真的 可能你說人家彈不彈 彈一百點 我們也可能會有二十多三十點 這樣的情況 所以變成今天的聲勢 我覺得有機會都能撐得到 不過那個的升幅就真的 真的相對一定是會差一點的 還有剛剛也提及到 騰送這件事 也讓大家有些招頭 看看有很多相關的消息 而且港股都某程度上 除了這些情況之外 大家擔憂的事情 例如一些監管 一些可能內訪的情況 都仍然對於大事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你只可以說 今天港股有條件反彈 但是就真的不要記錄太多了 甚至乎 都真的你說年底之前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真的 可能吃個美股 我都不是很敢 一定可以了 所以你只可以說 這段時間 大概兩二萬三 這位置都是先拉著 你覺得這個小反彈 對投資者來說 其實是否一個徒生門 很視乎你拿著什麼貨 因為在某程度上 我想公道一點說 今年的行業是差的 大家知道今年的港股是差的 特別是科技股的比例 是相對比較頑皮 但是你說今年是否完全沒有升 也不是的 你看回你說 好像創科 也都好像你說李寧那一堆 其實如果你連載自己去計的話 他們的升速都不是算少的 所以變成你可以說 今年都很視乎大家是 究竟拿著什麼貨 我覺得又不是完全有很多股份受影響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大家本身 只要買一些貨 都是可能一些 科技股 或者真是可能你說一些短 就是一個部署策略是短炒的 那你說有會就先吃過 不過如果你拿著一些 可能跟一些我們說一些 割策相關的板塊 就好像你說拿著一些 可能叫做一些 新能源 電動車 叫做可能儲電 電池這一堆的話 我覺得不妨可以考慮 再拿著貨 因為我相信 這批是板塊來年的時間 那邊應該都不會太差的 那這些板塊 即使你說現在上面 有些虧算也好 那還值得大家可以拿著貨 我經過門